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替迷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替聊星座 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频道的那个订阅键呢 就在这个萤幕的右下方 那如果方便的话呢 也麻烦你开一下那个铃铛咯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呢 是这个2020年3月份的星座运势 那因为我录这段影片的时候呢 肺炎的疫情还是蛮严重的 那不论如何啦 请大家记得要经常洗手哦 那如果你已经有这个发烧或咳嗽的情况的话呢 请记得一定要戴口罩 而且尽快的就医 那3月份的星座呢 基本上是会比2月份还要稍微好一些啦 那有一些星座的朋友们呢 其实在3月份的明显感觉到运气呢 是比2月份还要好一些的哦 因为3月10号之前呢 还是有随心逆行的情况 然后这个月呢 在3月23号呢 土星呢会转换星座到水瓶座哦 所以其实3月份呢 算是一个转换期啦 就是说3月10号前后呢 因为水星会从逆行变回顺行嘛 那3月23号呢 土星呢会换一个星座 所以3月呢 其实是很多事情在变动的一个月哦 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月里面呢 也会特别的有感觉哦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2020年的3月 你会有怎样的星座运势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 在巨月座的朋友们 在3月份的星座运势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 职场还有工作运的一个部分哦 在3月的5号到3月14号之间呢 巨月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如果你的工作是艺人 特别是你是唱歌啊 演戏啊 或者是有一些作品的艺人朋友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的事业运势非常的棒的 你推出去的作品呢 会有非常多人喜欢 那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而且人气也会因此变得很旺哦 那有一些这个艺人朋友 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有一些比赛 或者是一些奖项的话呢 你如果有入围的话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得奖的机会呢 是还蛮高的哦 在此先恭喜你咯 那如果你是上班族的朋友们的话呢 你会觉得在这个月里头 压力是还蛮大的哦 因为奥客还蛮多的 特别是3月1号到3月9号之间 比较容易被客宿 或者是遇到那种脏牙无爪的客人 所以这段时间当中呢 变成你要面对客户 也要面对你的主管哦 是一个比较压力大的时间 那下班之后呢 就尽可能的呢 可能吃好一点喝好一点 让自己呢 可以把这些压力给放下 多给自己一点小确幸 不然这是聚业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很重要的事 对自己好一点是很重要的哦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是做业务工作 就是需要去招揽客人啊 或去卖东西的工作的话 因为觉得你的对手每一个都好强哦 每一个都如狼似虎 好像每一个都想要把你生吞活泼一样 那抢客人呢 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啦 所以对于你来说 在这个月里面呢 你就要尽可能去防范 别人抢客人的一些招数哦 那打听一些小道消息啊 或者是你提出更好的条件 去抢客人 主动出击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能力呢 其实是还蛮不错的 你也不见得会抢输他啊 只是你如果被他吓到 开始往后退 因为有些聚业座的朋友们 面对呢 太强势的对手的时候呢 其实会有一点疼疼的感觉 那些会往后退嘛 但聚业座的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哦 其实你的本事是很好的 你是可以打赢这些对手的哦 所以面对竞争的时候呢 你要让自己先沉稳一点 好好的发挥自己的实力 自然呢 你就可以让你的业绩 维持在很好的一个状态下 接下来呢 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在3月22号之前呢 其实聚业座的 你在金钱方面的运气 都是一个平稳的状态 可是呢 在3月23号到3月31号 这段期间当中呢 就会做的你要特别小心哦 你之前的一些投资呢 可能在这个时候会 比较有投资失利的一个情况发生 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去解决 这个投资失利的情形 那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 没有在做投资的聚业座的话 那当然就不用烦恼这个问题 这个月的财务状况 就相对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接下来是学业好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聚业座的同学们来说 3月3号到3月15号之间呢 是你大考考运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哦 如果你需要去考一些证照啊 或是是去考一些很多人一起考试的这种大考的话呢 你的考运呢是很棒的 你念的呢 基本上都会考出来 那成绩呢也会还不错哦 会得到让你满意的一个成绩 那如果你是念研究所或是念博士班的话呢 在这段期间当中 你在做论文的进度方面呢 也会很顺利很快速超出你原本的预期 相当恭喜你 那在3月1号到3月4号之间呢 因为水星逆星的影响哦 对于聚业座的同学们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啦 这个影响比较集中在这个外语能力 就是如果你要考英文啊 或什么第二外博语方面的话 可能就不是那么顺利的 可能考试的时候会突然忘记某一些单字啊 或者是忘记怎么回答某一些答案之类的哦 所以说呢 如果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有一些外文考试的话呢 你就要多努力一点哦 才可以让你的成绩维持在一个你满意的一个状态哦 接下来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聚业座的朋友们来说 3月5号到3月14号之间 桃花运非常的强 所以是在这个月当中 你要特别好好把握的部分 那我知道聚业座的朋友们会比较害羞一点哦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很多人其实会主动来认识你哦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也就跟你喜欢的对象多保持一些联络 那就算不喜欢也没关系 先认识起来 说不定到之后你们会擦出一些火花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你也有喜欢的对象的话 因为桃花运很好的情形下呢 我当然也会建议你主动出击 那成功几率其实是还蛮高的哦 在3月23号到3月31号之间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的桃花运还蛮强烈的 可是这段期间当中呢 好对象跟不好的对象大概二分之一 就是一半一半啦 那你呢如果说呢 先好好的认清楚 多了解 多认识这些出现在你面前的对象的话呢 你就可以分辨出谁是比较好 比较适合你 谁是不可以捧的对象 那不要太快 太冲触的做决定 太冲动太冲触做决定的话 就像在赌博一样 那感情真的不能这样赌啦 你就是先多了解一下 哪一个对象是好的 哪一个对象是不好的 再去选择你觉得OK的好对象 这样感情那就会走得更顺了哦 接下来是爱情婚姻好家庭的部分 那巨蟹座的朋友们 不管你是已经有另外一半 或者是结婚的巨蟹座会比较明显更有感觉一点 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在这个月里头 非常的强势 因为呢在这个月里头 很多颗星星都在夫妻宫里面 这意味着你的另外一半呢 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 而且还有那种像火星啊 或者是冥王星这种 相对来说很强烈的星星 在这个月当中很多巨蟹座的朋友们 会觉得跟另外一半沟通压力有点大哦 好像自己都被压着打的感觉 都被赶牙子上架 只能说好都不能说不好 都只能说yes不能说no 那对于很多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 就会觉得内心有点受伤 或是觉得压力还蛮大的 可是在这个月里头呢 你的另外一半呢 相对来说就是真的很强势啦 那如果可以照着另外一半的意思去做 你也会减少比较多争吵的机会 只是有一些部分 如果真的触碰到你的底线的话 你还是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 好好的协调跟沟通 你的另外一半不是不明理的人 其实他态度上会比较凶一点 那巨蟹座的朋友也不用害怕啦 你的另外一半可能一开始比较凶一点 但是到后面他听了你的话之后 他会觉得有道理啊 他也会修正一下他的态度啦 所以不是不能沟通 只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而已哦 那特别是在3月12号到3月29号之间呢 是比较容易发生以上我讲的这种情形 所以巨蟹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当中 可能一部分是多忍耐 一部分就是多花一点耐心跟时间 跟另外一半多沟通 而在3月12号到3月22号之间呢 有一些巨蟹座的朋友会发现 你的另外一半对你的交朋友这一块呢 有很多的意见 有可能是吃醋 有可能是觉得你就不应该去跟朋友吃饭 你应该回家陪我等等之类 对你的交友状况有很多的批评跟意见 那可能会让你有点不开心 或者是心情不好 那当然呢 我就是不建议你一听到你的另外一半开始 批评你的交友状况 你就开始抓狂 生气跟对方大吵 因为吵架其实在这段期间当中 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正面效果 吵架只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早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 我觉得你是可以解释给另外一半听就解释 那没有办法解释另外一半不听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就终止这个话题 宁可不要讨论 尽量不要吵架啦 而在3月17号到3月30号这一段时间 聚会做的你会更加觉得另外一半比较难搞一点 而且呢 可能还蛮容易吃醋的哦 所以会对你有比较多的管束 跟比较多的一个意见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 也是比较容易跟另外一半有不愉快的时候 但当然有一些聚会做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对方一直吃醋啊 管我这个管我那个 他是很爱我很喜欢我的状态 当然如果你是这种巨蟹座的话 我相信你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应该会觉得心情很好 因为你每天都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很爱你 所以才会管东管西 然后对你有这么多的约束 跟占有的一个想法哦 那有一些聚会做的朋友 可能就会觉得另外一半管太多啦 所以这种情况下还是会看似 就是每一个聚会做需求的状况不同 而有一些不同的调整哦 只是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难免会觉得你的另外一半把你抓得有一点紧 让你有点好像呼吸不太过来的一个感觉 那喜不喜欢就看个人啰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好交通安全的一个部分 那在3月1号到3月4号之前 因为水星逆行的影响 如果你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倔座你在海外旅行或是旅游的话呢 你会比较容易遇到有一些沟通不良的情况 或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飞机啊 或是船雾点啊火车雾点的一些情况发生 那因为只有4天的管西啦 我想不是每个倔座都会遇上 那如果遇上的话呢 你大概就要灵机应变一下去解决这些问题哦 那在3月23号到3月31号之间呢 是巨蟹座的你呢 身体比较虚弱的一段时间哦 那如果说呢 你是比较经常更换上床对象的巨蟹座的话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是比较容易感染性病的 所以你要多做一些防护措施 那当然如果真的身体不太舒服 就赶快去看医生啦 那在这段期间当中 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哦 巨蟹座的你呢 因为身体呢比较虚弱一点 抵抗力比较差一点哦 所以到人多的地方呢 也比较容易感染一些病菌 那在目前这个时节下的话呢 我当然是建议你尽量留在家里面 会比较安全一些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呢 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开小铃铛哦 那如果说呢 你有跟星座啊 塔罗相关的问题 或者是想了解 想知道的事情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和我多聊聊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 转发给你喜欢星座的朋友 我是阿提米思 我们下个月见 拜拜